在黃埔經營小巴的接揮汽車上的月初結業 當日被遣散的員工不僅沒有怪老闆 還稱讚公司是全港最好 為何倒閉都有伙計賺的呢? 陳慧欣和這位老闆談過 公司結束了整個月 還有員工舉手志工賺 二十年前謝建良接手小巴生意時 未夠三十歲 還年輕過伙計的兒女 我未知道她擺個架子 我初時不知道她是老闆 簡直不知道 有很多公司這些人說 老闆來吧 搞定搞定 我們沒有這樣的 咸哥來吧 我們真的很開心 很開心 我會發脾氣 在阿彪那邊 誰都是我老闆的 在我角度裏 沒有老闆這件事 他也是我老闆 我也是他老闆 他放下鑰匙 他不開車 我連老闆都沒有 尤其是男人的世界 個個都帶過來 個個都不認輸 所以一定要有尊重 他引入月薪制 員工生日或者結婚紀念日都有假房 過年又有年糕 中秋節有月餅 生日就有餅卡 醫療都有 B波上場之後才有 我既有經濟困難 有甚麼他都幫 我看不少 我們會有借錢給同事去生活 有時遇到難題 他們慢慢還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是家人 他是你哥 他是你爸爸 你期望他是一個甚麼工作環境 你不可以待著兩個尺度 生日走下坡 始於港鐵伸延去黃瀑 公司手持紅色的船 為甚麼要關門打 因為全部都是紅色的 這20年裏 他率先買歐洲車做小巴 試過用疲勞駕駛監測儀 又向郡書署申請 引入低地台小巴 方便殘室人士 可能我天真 我覺得這個世界 只要你想到 又有可能 這樣嘗試去做 但做下去 你會發覺阻攔很大 當我們把這類型的思維 帶回去 我遇到的就是 NO 他們拿著幾十年前的政策 試問怎樣去 對這個社會去用 你現在不是在賣股存地方 你現在在賣一件事 是30年都是叫你賣那件事 但是要你維持著競爭力 結果去到公司 倒閉那天 低地台小巴 還未批 當日一度 說員工可能要申請破險基金 最終他出足所有人工 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都解決了 做合事的公司 他的結局是這樣的 我覺得 沒所謂 我對我自己交代 我對同事交代 有線理事記者